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馬 最近的球鞋圈話題在圍繞一句 2019年冠希在Innerset上海潮流展上面 他說過的一句話 十年內不會再看到 Silk出現在Nike的鞋子 所以我們做完這次的系列 因為太多人跟我們講 我沒有新的想法 所以這幾年接下來的Nike就沒有Silk 十年之內不會再出現絲綢鞋款 但是2019年到現在也才過了四年左右的時間 冠希最近又推出了新的絲綢系列的鞋款 所以網友們就在調侃 原來冠希當年說的不是十年 而是四年 十年內不會再看到 四年之內沒有絲綢 針對這句話冠希也有在最近的Instagram上面發佈說 所以很多人在問我 他們說 我真的不會再推出絲綢鞋款 他真的不會想要再推出絲綢鞋款 只是剛好今年是Klart的二十週年 Klart也找來騰元昊一起做一個合作 冠希問他說你覺得我推出過的Nike鞋款裡頭你最喜歡哪一個 騰元昊就說最喜歡的是Air Force的白絲綢鞋子 騰元昊其實他非常喜歡白色的鞋款 就因為這個切姬冠希決定重新設計一款新的白絲綢鞋款 今年就是以Dunk的鞋子做問世 這一次的鞋盒小馬覺得蠻用心的啊 手雙有著絲綢設計的鞋盒風格 白色的絲綢設計 上面還有Klart二十週年 Klart二十的設計 之前推出的絲綢FORCE全部都是一般的Nike鞋盒 相對比較一般 襯子破名的上面也有印上Klart二十週年的一個絲綢設計 我們的鞋子白絲綢的鞋款就是這麼的美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鞋身的設計 跟當初Air Force One是非常類似的喔 白色的絲綢鞋面 透明的白色底 然後我覺得這雙絲綢鞋款是真的漂亮啊 白色的鞋面搭配絲綢 絕對是非常有質感的一雙鞋子 那他鞋舌用上了黑色的鞋面 也許看起來有一點點的突兀 這樣子的一個撞色感覺 設計就是因為騰元昊本身呢 非常喜歡玩Nike ID的鞋子 那尤其他特別喜歡ID設計這種白色系列 然後可能多一點黑色的一個元素 所以這樣子白色黑鞋帶 是騰元昊他所設計的一個款式 運用到這雙鞋子上面 再結合這次聯名的Duck 所以他們才會推出這個樣子的款式 但這一次比較可惜的地方是 這一次的絲綢斷面布料 沒有任何閃電的logo 而過去在發售黑絲綢FORCE的時候 它上面是會有閃電logo的 我覺得這是這一次最可惜的地方 後尾根的部分 左腳寫著Club 右腳寫著Craigman的簡寫 FRGMT 那也因為FRGMT這個簡寫 它在大陸已經被搶先註冊 所以大陸沒有辦法發售這雙鞋款 這就是所謂商標蟑螂 知道你這個logo肯定未來會大紅 所以就搶先註冊 導致FRGMT這個簡寫 沒辦法在大陸販售 除非你去跟它買這個版權 但是騰元浩可能不會做出這麼無聊的事情 所以這雙鞋款大陸不能買 就把大陸的貨量 重新鋪到其他的亞洲國家 所以我相信這雙鞋子 應該是還有一部分的貨量壓在乘管器手上 沒有正式發完 所以如果有想要買這雙鞋子的朋友 可以再稍微觀察一下 目前的這個行情 大約是落在一萬到一萬三之間 尺寸大一點還是會比較貴一點 女馬會比較便宜 不過我覺得這雙女鞋 應該穿起來也是蠻好看的 那原始黑色鞋帶 再附贈一個藍色鞋帶 會使用藍色鞋帶就是因為 藤元浩他的代表色藍色 這雙鞋子雖然整雙都是白跟黑所組成 但是在換上這個藍色鞋帶之後 又會呈現出不一樣的風格 絲綢鞋款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 這個布料其實你是可以拿剪刀 或者是拿這個打火機 去把它燒開的 所以說每一次絲綢鞋款 一定都會有魔鬼藏在細節裡 這一次也不例外 總共三個地方都在外側 第一個外側後跟部分 這邊會有一個閃電標誌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閃電露出來的朋友 你這邊必須先開一個刀 把這個logo給他畫出來 鞋子前端這邊 它有一個clut的標誌 經典的C logo 那在這個地方 它會有一個double swoosh 一個小小的刺繡 所以總共就是外側三個點 左右兩隻腳都有 像小王自己就是clut的 左腳這邊我會挖一個孔洞 在前方露出clut的標誌 另一隻腳我就會在後尾跟 把它的閃電標誌給露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鞋子會更有特色 這隻本身還有一個很特別之處就是在鞋墊 跟一般Dunk不太一樣 一般款式的90Dunk 它鞋墊上面都會有刷膠 但這一個沒有 它上面是clut 20週年 它有一個閃電標誌的鞋墊 那它比較厚一點 所以穿起來我感覺 比較有Q彈性 這個鞋墊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陳冠希真的是把絲綢 這一個元素 玩到零零盡致啊 也就已經clut等於絲綢等於陳冠希 運用這個元素在鞋子上 也變成它最特別的一個特色 所以你說如果它要設計一些沒有絲綢元素的鞋款 像是死亡之吻 它少了這個絲綢元素 你看整個熱弱度 市場的需求度就少了很多 冠希也是一個生意人 他知道絲綢大家都喜歡 十年沒絲綢 就把它改成四年 再出現絲綢 我覺得好事啊 畢竟這雙算是Dunk第一款 有絲綢的一個設計 所以好的鞋款配上好的設計 再加上經典的閃電印章 就會有1加1加1大於3 所以這雙鞋款 以目前的行情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不會這樣炒得太貴 尤其白絲綢Force 現在一雙全新的要3萬多塊 這一雙鞋子1萬左右 還有1分之1的價格 而且我覺得Dunk 比Force腳型 穿起來更好看 所以我自己是 蠻喜歡這一款的 不過穿這雙鞋子 要有心理準備 這個白色的底 一落地 馬上就髒了 所以這雙白色的 絲綢Dunk閃電聯名款 你們喜歡不喜歡 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今年Clark20多年 推出了很多聯名 Nike鞋款 有推出功夫鞋 還有這一款 絲綢Dunk 你們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是小馬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